3的旁邊請你在b2的儲存個點一下 插入一個函數用conif就可以了 所以剛剛有提過嘛 最近使用過用conif conif函數對不對 那他要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range 請問一下你要找什麼 在哪邊找 range一定是個範圍 在黑名單裡面找 所以切到黑名單 郵標請你放在哪裡呢 放在a2 一直到 往下 那往下呢一般是這樣 一直一直往下選 可是有時候因為這邊有2萬多比 你給他選非常非常非常久 而且選到了之後還會過頭 等於你已經拉拉拉到了然後過頭 然後你要拉回來拉去 我是建議各位 可以用另外一招 叫ctrl shift向下 先點a2 再用ctrl shift向下就好 Ctrl shift向下 有沒有2萬多 一下就OK了啦 而且 一定不會錯 千萬記得不要 就是 一直往下一直往下 因為一定會過頭 OK應該懂那個邏輯啦 先點a2 ctrl shift向下 黑名單 沒有 黑名單不是101 是選黑名單那邊 黑名單 Range指的是你要找什麼啦 不是跟你講 你要找的那個範圍啦 OK你要找的範圍 你要找黑名單的意思 按確定 然後 criteria是找什麼 找你要找的那個 email信箱 OK所以邏輯應該可以 上面 第一個是去黑名單 第二個是找什麼 找我們要找的那個 email信箱 意思是說呢 請你幫我在 這個email信箱 去哪邊找 所以email信箱放下面 去黑名單裡面找 找找看有沒有 有的話呢 回來告訴你1 沒有的話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是0 OK所以 那當然我們按確定之後的話 再向下填滿 他會怎麼樣 自動幫你把 所有的資料呢 找過一遍 有沒有 如果是有找到的 就是1 沒找到的就是0 這樣不就很簡單嗎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然後再來把游標放B1 利用那個資料裡面的篩選 資料裡面有個篩選 這個功能 篩選做什麼呢 留下 你1的部分 把0的地方剔除 所以直接點一下 找到那個 1的地方 因為我要找的是有 有黑名單的部分 那是1嘛 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範圍怎麼樣 游標請你放在 A2的地方 Ctrl Shift向下 做什麼呢 Ctrl C Ctrl C就複製嘛 在切到查詢結果 的A1 Ctrl V貼上 這樣子的話找完會有27個黑名單 OK 有沒有 找完了 以往如果你不會這個方法的話 哇 那你恐怕 就慢慢找吧 對不對 其實 方法用對的話 真的很壞 這個地方不需要寫任何程式 關鍵的地方 其實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黑名 就是 康乙輔 最後請你把篩選狀態取消掉 因為他現在還在篩選 所以把篩選再點一下 讓他恢復 回原來的狀態 那B欄的資料就可以刪掉了 因為B欄只是暫時性的 OK利用這樣的方式我們可以很快的把 黑名單的資料呢 就找完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還蠻方便的 所以康乙輔以後 就是要讓你找 兩個範圍之內有沒有一樣的資料 所以不同的 資料 比對啦 這個方法我覺得是 目前來看 應該是最簡單 而且 也應該沒什麼大問題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我主要是利用 康乙輔 然後再利用什麼呢 篩選 篩選 點一下這個 這個地方 就是 你篩選完之後 在上面會有個箭頭 請你留下1的 就OK了 然後1的留下來之後 就再把留下來的1的部分呢 把它 複製到 查詢結果 總共就會有 27筆 OK這裡的話是 我們 另外的一個補充題 這個我看在 講義裡面好像 我沒有把畫面貼 不過在雲端白板裡面 也有這個 相關的解答畫面 OK 那這一題的話 最後查出來有 27筆 好 好 謝謝 你 我